大家好,我是沈哲罕律师 关于纽约曼克顿市CEO被杀的案件 今天星期一,警察就在Pansylvania州 在一家麦当劳捉了一个26岁的疑犯 这位Luigi Mangione 在跟大家披露一下他的身份是什么人 其实他的背景是来自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 他的家族,他的爷爷就是在马里兰州 是一位地产发展商 发展了很多不同的地域 也有一些会所,就是哥尔夫球场 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地产商人 他的妈妈就是专门开老人院的 开了很多家庭 他以前小时候也曾经在他妈妈开的老人院 做过义工的 这位Luigi 是一家很出名的师校 马里兰州的师校 他就读高中 而且还在那班上考第一 一位高材生 然后他就去了一家 腾春Ivy League School 就是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是全美国排名第十的大学 就是进修电脑学和数学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相当前途 一片美好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走上了成为一位杀手呢? 其实他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短时间做了 这个Software Engineer 就是软件工程师 就在这个卖车的上网公司那里 之后他就好像周围去居住 曾经住过Hawaii 好像也都住过三藩市那样 但是呢 就看他的社交媒体 他就七个月前 就已经和其他人就失去了联系了 这样 在过去这七个月 他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警察都还在调查着 看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资料 他很喜欢看书啊,做运动啊 你看到一张照片里都看起来一个挺健康的人 但是呢,他就声称了自己 那个腰椎的背脊就有长期的病患 而且也都受过伤 因此呢,背脊就做过开刀手术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做了手术之后呢 这一些的手术 他通常都是要 有一种很长的康复期啦 是不是? 那也都要吃很多止痛药啊 做很多这些物理治疗啊 会不会是因为他受到 病魔的折磨 所以令到他 人变得偏激啦 那也都会不会是因为他 就是说 不再和其他人沟通 突然之间就变得孤僻 是不是? 那网上高呢 也都有呢 就说他看很多书啦 是不是? 很喜欢看一些 科幻小说啊 又喜欢看一些 关于政治有关的东西 但是他就本身又不是一个很政治很极端 就是表达他的政治意见的人 那警察呢 在他身上呢 当然就找了一支枪啦 就连接那个灭星器 那也都找到一些假的身份证啦 是不是? 那很明显就是 那个杀手就应该是他的了 就没有怀疑 那现在呢 唯一呢 就是要断定究竟 应该是插住他一级谋杀 第二级谋杀 那纽约市的检控官呢 已经发出了一个 Warrant 一个通緝令呢 就要求呢 就在 这个Pansylvania州那里呢 就是 将他递介回去 纽约那里审讯啦 那等我讲一讲 一级和二级谋杀的分别啦 那他现在纽约呢 就已经正式呢 落案呢 就是告他二级谋杀 那因为现今的证据呢 可以证明呢就是他 就是他 当时呢是有意啦 就是他是有 心啊 OK 他的企图呢就是去谋杀这个 Brian Thompson 那这个呢看来呢 这个证据就已经很充足了 OK 他在一个 背脊那里去开枪射他 那很明显地是想这个Brian Thompson是死的 OK 那就是有意蓄意去导致他死亡 那但是一级谋杀呢 现在暂时呢 纽约那个那个警控官还未告他一级谋杀 那因为呢看来呢 证据呢 还未足够呢 告他一级谋杀 一级谋杀呢 就是要有计划的谋杀 OK 那就是说一级呢就是有计划 二级呢就是没有计划 不需要计划 OK 但是要有心去杀一个人 那一级呢相信呢 如果警察可以再发掘多些的证据的话呢 證明他譬如他去搜查个Brian Thompson 几时会开会啊 啊 订定一些车票啊 和酒店啊 就去有一个计划地去 在当日的早上去刺杀这个Brian Thompson 那我相信呢 就纽约市的那个檢控官 应该就会将个罪名呢 就是升级到一级谋杀的了 那如果一级谋杀 成立的话呢 那纽约市呢 就没有死刑的 OK 那就应该就是判终身监禁的了 又或者三十多年了 起码 那这个这样的人呢 是不是呢 其实呢 我认为呢 可以 算是一个的恐怖分子 那虽然呢 他的身份呢 就是不像一个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通常呢 你们想到 一个移民啦 是一个 很穷的 背景出生的人啦 就是难命一条啦 又很极端的 宗教的 或者政治思想的人啦 是不是呢 但是这个呢 Luigi呢 就是完全呢 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来的 OK 他出生是一个 相当之富裕的家庭 是不是 那而且呢 大把钱啦 应该 就是读这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pan 所谓 那一年的学费呢 要差不多七万元的 OK 那你读四年大学呢 那就是七三二十七四二十八 那就是要差不多三十万的美金 那就是三十万的美金 那谁跟他交费呢 那很多人读完大学之后 三十万的债务 那都要有段时间打工呢 才还得清啦 是不是 那但是看来呢 他的家族呢 相当之有钱 就帮他交费了一条费 那读完这个 那么出名的 啊 藤春大学呢 之后呢 他都 可以周围去 去居住啊 去夏威夷居住啊 去享受世界啊 做运动啊 那看来呢 是一个父家子弟来的 那为什么呢 他会变成一个恐怖分子呢 那这个呢 我相信呢 就是 他有可能呢 就是吃了一些 迷幻药啦 是不是呢 现在很流行呢 就是吃迷幻蘑菇啦 那很多人吃了迷幻蘑菇呢 那他们呢 变得 那个性格呢 就有很大的转变 他思想也有很大的转变 那这个呢 我不可以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呢 若果一个人受到病魔折磨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去 吃药啦 是不是呢 去依赖药物呢 就是去 解脱 这个痛厂 那从而呢 这些药物呢 也都会导致一个人的思想 就慢慢改变 那然后他又很喜欢看书呢 通常呢 看得书多的人呢 我都觉得呢 是 会很容易呢 偏激的 因为你不知道看什么书呢 看什么人写的书呢 有可能是看恐怖分子写的书呀 那样 自己幻想自己成为一位英雄呀 那样 那都不出奇的 绝对不出奇的 因为现在事实上呢 社会是真的很多人 对这个医疗保险 是相当之不满意啦 是不是 但是不满意还是不满意啦 是不是 你拿这些情绪出来呢 就变成一个恐怖襲擊 那就完全另外一回事啦 当然 那因此呢 我们呢 就看一下警察呢 究竟会 尋找到更加多的什么的证据啦 那但是这个Louise呢 看来呢 就 坐牢呢 就肯定要坐啦 那但是看看他 在他余生之年呢 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出回来 这个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这里啦